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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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有兩位遠從坐飛機 坐飛機從遠方來的 所以呢這一堂課我會盡量用標準的華語來做這個分享 那個我們現場對於聽華語比較辛苦的 有嗎 聽那個華語有沒有 辛苦的講有 還是說聽不懂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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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通 好啦 我們就是讓我這一堂課很輕鬆的用這個 我們就是經常在用的華語跟大家做分享 來 先自我介紹 我是黃秀華 那麼我來到台灣民政府去年的差不多這個時候 來到台灣民政府的九月份 將近差不多一年 這一年來呢 真的是收穫非常多 我的朋友告訴我 他說 秀華 我不知道來到台灣民政府 是不是真的能夠所謂的來掌握到這樣一個 所謂當公務員 就是所謂做官這麼一回事 這個程度 先不講這一個部分 他告訴我一件事情 他告訴我說 秀華我感謝你 我感謝你帶我來到台灣民政府 讓我了解這麼多的歷史真相 讓我沒有被騙到死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真的 好多好多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住民啊 真的不知道我們到底是 到底是身處在怎麼樣的一個歷史的 這一個 這塊土地 它的地位是怎麼樣 為什麼總是這麼的 紛紛擾擾 為什麼 我們這邊曾經荷蘭人來過 最近 李登輝先生 他說到 我們是這個 日本的皇民 這塊土地 屬於日本的 誒 初步這樣子聽 他這樣講 對不對啊 一般人來講 如果我們接受過法理的訓練 我們這樣子聽 他這樣子講 大體上來講 對不對 是對的 誒 那個我想 這位朋友 我這樣的速度 可以接受 可以理解 來 這堂課 因為我知道你們很辛苦 你們已經 昨天還有今天的時間 大家都蠻緊湊的 這堂課 因為你們會聽到非常非常多的法理 但是初級班的童心 我跟你們一樣 走過這一段路 我知道 走過初級班 再到高級班 要過五關 其實我們要能夠接受就是 真正把自己的腦袋 重新翻轉 要點空杯的心態 如果沒有人的心態的話 來到這裡 你沒有辦法做這麼久啊 三天兩夜 來 好朋友 我了解一下 從昨天晚上開訓 就來到這邊的朋友 讓我了解一下 讓我認識一下 謝謝幾乎 謝謝 昨天開訓就來 謝謝 所以 謝謝 很不簡單喔 為什麼呢 願意自己開放自己的心胸 來到台灣民政府 來了解法理 所以 基本上 我們都是對台灣這塊土地 有著不同的期待 甚至希望自己有不同的作為 才會在這裡 那麼剛剛我們的蔡委員講得非常好喔 真的 不管怎麼樣 我們的人數已經 受訓人數雖然已經達到 美國軍政府要求的四千名的受訓人員 但是 我每次來到初級班 我還是帶著非常非常大的期待 為什麼呢 因為 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取得政權之後 我們還需要非常非常多的人才 在台灣民政府 我們都是屬人 跟各位報告 我在台灣民政府來到這邊之前 我呢 政治冷感 我根本連政論節目都不太看 我只覺得好奇怪喔 我在吵什麼 但是來到這邊之後呢 我才知道 原來 我們在看一出又一出的戲 台灣人 要把我們的 腦袋裡面的資料 重新做一個 好像是A面換做B面 這個動作齁 很辛苦 因為我們一直以來就是接受到 中華民國六央政府給我們的資訊 各位 我就說能夠來到台灣民政府 踏進中央辦公廳這邊的人 大家都是有福分的 為什麼 有福氣 還有這個 能夠掌握到這樣的一個機會的 福分 因為我們都期待說來到這邊之後 透過了解 所以剛剛我跟兩位同心聊到 欸 來到初級班 服裝整齊 各位 這個在我以前 九月份來到這邊的時候 我所看到的初級班 是沒有這樣的精神的 但是我們的同心 前輩同心 會去做傳承 會告訴我們的同心 新朋友 來 來到台灣民政府 我們的制服 非常的簡單 非常的 就是 莊重 黑色西裝 白色的衣服 那就是我們的制服 所以今天這一場課程呢 我會帶 應該算是蠻基礎的 而且我知道是初級班 一定要知道的 最起碼 在我的這一堂課裡面 所講到的這一些個語言啊 我們走出 台灣民政府 中央天這個大門的時候 當你的朋友在問你的時候 你能夠跟他講得很清楚 而不要像我以前一樣 我傻傻的喔 我沒有被整理出重點 因為東西好多喔 您知道嗎 我上完初級班 回到家禮拜二 問到百分之二 問到百分之八十了 我只記得四個字 可是那四個字 我還是問號好多喔 哪四個字你們知道嗎 日暑 美戰 蛤 為什麼日暑 為什麼美戰 都沒有人告訴我 但我告訴我的朋友說 欸 不是光復節呢 那個叫做是壽祥典禮呢 他說 你頭殼壞掉了嗎 我知道不是我頭殼壞掉 而是他沒有像我一樣 有機會來到台灣民政府 接受法理 但是我不知道該怎麼跟他說 所以呢 從昨天開訓的時候 秘書長 有跟你們講過 台灣有沒有光復節 沒有喔 來各位 我的課堂請跟我互動 因為我只是要一再的幫你們做複習 而且我要帶 我要帶什麼 我要帶台灣民政府的精神跟感動給你們 如果沒有這份感動 我們大家沒有辦法往下堅持 這條法理革命之路 非常的艱辛 沒有這麼簡單 最辛苦是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請人家喔 把錢從口袋拿出來 還有一件事情更辛苦的是什麼 把理念放到人家腦袋去 而且要他能夠接受 要講出個道理來 台灣民政府為什麼這麼多的人 來到台灣民政府去接受法理 台灣還好多好多人不知道 我非常擔心一件事情 您知道什麼事情嗎 最近李登輝先生所講的這樣的一個事實 電視媒體上什麼罵聲一片 有沒有罵一片 我們每天要病鬼吧 罵到犯掉了 但是就我們受過法理的訓練的人 我們很清楚 他講的是事實 但是 還有這麼多的台灣人 不知道這一些事實 當有一天 華民政府 一旦 從美國軍政府手上 接過政權的時候 當這些法理 一條一條 一項一項的必須被揭露 他們必須要接受的時候 他們能夠接受嗎 一定會 一定會可以接受嗎 我很替他們擔心耶 所以 各位初級班的同心 我要拜託你們 我們華民政府已經走到 另一個階段了 我們不再是一開始的華民政府 那種激烈抗辯 然後要說把中國 這個 國民黨 踢足台灣這樣的言論 不再是這樣了 各位 我們太多前輩同心有沒有 這個如果坐上計程車 從高鐵來 坐上計程車 從這個 統聯要來到民政府這邊的時候 好多的這個計程車司令跟我說 啊這位小姐 你也是 你也是要跟他們一樣 把國民黨給踢出去嗎 我 我一剛開始來的時候 聽到好多這樣的言論喔 你知道嗎 當這樣的言論的時候 這個司機會怕耶 你們這個台灣民政府 是來 亂的嗎 還是來 他們會覺得這個是一個破壞安定的感覺 所以現在我們不能夠再這麼做了 一路走來到現在這個階段 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要用法理 要用我們很清楚的法理 去告訴 去告訴我們所關心的親朋好友 我們要帶著慈悲的心 帶一份 希望台灣這塊土地 可以在未來 能夠更和平的狀況之下 去走向不一樣的未來 這樣的一個心態前提之下 好好的述說 所以各位 初級班的同心 你們現在齁 的責任有沒有 更重要喔 一定要知道好幾個 初級班出去 一定要知道的道理 一定要知道的語言 第一個 我們的日暑 為什麼是日暑 它的起點從哪裡來的 為什麼是美軍佔領 還有有沒有光復節 來我現在問的這三個問題 現場知道答案的告訴我 請舉手 日暑 為什麼是日暑 這塊土地 什麼時候 來沒有關係 知道就告訴我 就讓我知道 我們這班的程度到哪裡 你知道嗎 我們知道 我們這班知道的訊息到哪裡 對 日暑 當買光條約 把台灣 這塊土地 割給日本的時候 那個十點就已經開始了 對不對 什麼時候美戰 軍事佔領從什麼時候開始 在台灣舉行受賞典禮之後 所以有光復節嗎 沒有 那是被包裝過 被包裝過後的結果 我們一直走在這樣子的這種包裝的過程裡面 我們能夠把這樣一個日暑美戰的原理原則 先記在腦袋裡面 當我們的朋友告訴我們說 日本早就投降 已經放棄台灣回日本去了 你還在日暑美戰 你們會跟他說嗎 你們能夠理解說 我會好好的跟他講 我們的道理在哪裡 我們好好講 這個你不要跟他辯 跟你說那麼多你也聽不懂 不可以這樣子 我們一定要好好的跟他們訴說 這個他們沒有接受到過這些法理的資訊 來 這個 我們的佔領國 能夠就地合法嗎 佔領國 我們的被佔領國 能夠就地合法嗎 昨天這個秘書長開訓他有沒有講到這個啊 國賓飯店啊 有沒有講到國賓飯店這個案例 有哈 國賓飯店 你沒有聽到嗎 我來到台銘政府之後 我覺得好有趣的幾個例子 這個小狗 狗狗生狗狗 生出來都是狗狗 貓咪生貓咪雖然是貓咪 哎呀 為什麼我們的阿公阿嬤 接下來是我們爸爸媽媽 都是日本人 怎麼跑出來變成我們是中華民國國籍 我們真的完全不能夠理解這個部分耶 我們都不知道我們的根源在哪裡 我們是什麼我們都不知道 好像那個老鼠有沒有一出生 貓咪把牠叼走了 到後來這隻老鼠覺得牠是誰啊 覺得牠是貓咪啊 我們 我們被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一再地這樣子跟我們強壓的這些資訊 我們都以為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搞了半天 現在好多人不願意醒過來 各位 相信嗎 如果你去跟人家講這個 他們願意相信嗎 太多人不願意相信了 這個是我所擔心的一點 所以在我們的初級班裡面 我們的日暑美戰 我們如何去跟人家講說 日本人他們走的時候放棄的是什麼 我們目前的資格是什麼 這個很重要 一定要會說 這樣子你們才有機會 再跟人家往下訴說 台灣民政府的精神 才會有機會 帶他們來到台灣民政府 不管是州或者是郡的活動 來請教一下 已經在已經有去看過台灣民政府官網的朋友 我了解一下台灣民政府官網 上去看過 網路上看過官網的 謝謝 你看過 OK 我很好奇 我不好意思 互動一下 我很好奇您是誰推 介紹您來到台灣民政府 如果媽媽聽說昨天 就說您的媽媽是台灣這邊的人 是嗎 非常恭喜你 因為啊 我為什麼這麼問呢 目前台灣民政府有好多好多的朋友喔 是自己來的 怎麼來的 看到報紙 上網看到 聽到朋友在講說 有機會來到這邊可以 做官 就自己跑來囉 很多這一種的 還有最近呢 因為所謂的辦理身份證 知道呢 台民政府第二次控告 美國以及中華民國 有聽到某些 所謂的利多消息 所以跑來了解 而且更多人來到初級班 下課後告訴我 哎呀黃講師 因為我們家附近那個郡 還是那個州有沒有 最近怎麼越來越多人啊 我得來聽看看 到底怎麼回事 那是一個媽媽 她告訴我說 如果有機會 我為什麼讓我兒子 去跟人家拼那種不可能的 公務人員 拼個三五年還考不上 累得要死 我說說媽媽 這位媽媽你真的太有智慧了 這就是有福氣的人 所以在這邊 還是再次恭喜各位 來了解一下喔 今天來到我們的現場 請問各位知道 台民政府 目前 劃分做幾個州 六個州 來我們從北到南 我們大家彼此認識一下好嗎 來我們從宜蘭州來的朋友 請舉手 宜蘭州介紹來的朋友 OK歡迎我們來 掌聲歡迎一下 我們各地來的朋友 好不好 以後我們都是同事 都是同心 我們一定要有這樣的熱忱 再來呢 來到了就是我們的 台北州 台北州 台北州來的朋友請舉手 台北州 要在忙那個我們的遊行 所以這個禮拜 台北州全部都去忙了 好很好 知道嗎 台北政府在九月份 九月十二十三 即將發動各州的遊行 知道這個活動人請舉手一下 哎呀太棒了 欸是怎麼樣 在這邊上課知道的 還是從 在這邊上課知道的 所以 真的 歡迎各位 一定要去參加 有機會的話 站出來 讓台灣 讓各州 知道 我們在為台灣打拼 做些什麼事情 好 台北州正在打拼當中 聽得懂台語嗎 各位 OK 來接下來 再來跑到的是我們的 新竹州 新竹州請舉手 好來 就近 歡迎歡迎 新竹州 再來就是我們的台中州 請舉手 台中州幾位 OK 歡迎歡迎台中 再來呢 就是台南 台南 喔也不少啊 OK太好了 歡迎你們 再來就是最後的一個 高雄州 OK太好了 歡迎各位 台灣民政府 第一個還沒有 知道太多法理之前 先認識朋友 因為未來 可能到各州 各郡去的時候 未來穿上制服之後 每一位 你所到之處 要 多認識更多我們的同心 我們的人員啊 當執政之後 一灑下去到各個單位去 不見了 太少了 所以還有更多更多的 這一個 我們的人才 我們從國外回來的朋友 除了這兩位之外 還有別人嗎 現場 OK 如果判斷沒有錯誤的話 應該在今年年底 會有我們的這個 外喬的台喬班 台喬班 所以呢 也歡迎各位同心呢 可以告訴你們在 目前住在國外的這些 親朋好友們 年底的時候呢 掌握這個台喬班的機會喔 那樣子可以節省他們非常多的時間 喔這樣子 來 昨天 我每次喔 很喜歡來聽 秘書長的這個課程 因為他的法理 非常的活躍 讀的這個戰爭法 說的這些法理非常的活躍 我到昨天才知道 哇 原來之前 台灣曾經名列 所謂的亞洲四小龍 那是誰的功勞 記得的舉手 昨天秘書長 欸 誰的功勞 對 哎呀 我才知道原來是這麼回事 因為他開放了市場 讓這麼 讓國外的人可以來跟台灣買東西 我還以為 這個中華美國流氧政府的德政啊 施行的多好 我昨天才醒悟過來 那麼我們請教一下 所謂的亞洲四小龍 他是在哪一個方面的表現 經濟 對 那麼跟所謂的加入聯合國 其實他能夠畫上一個相關嗎 他可以有一個相關聯嗎 加入聯合國 必須是一個怎麼樣的資格 才能夠加入聯合國 您說 太好了 哎呀 這個班級的這個程度相當不錯 必須是主權獨立國家 才能夠加入聯合國 知道台灣被聯合國拒絕過幾次嗎 十五次 因為太傻了 搞不清楚自己的狀況 所以 一而再 再而三的 去敲大門 連續十五次被拒絕 因為這根本就不可行 我們不是台灣這個地方 不是主權國家 所以我們 根本無法申請加入聯合國 對啊 有很多朋友會迷思了 我們的亞洲四小龍 看到亞洲 看到四小龍 覺得自己很大 覺得自己 這個表現很好 為什麼國際社會 賤容不得於我們 完全是錯誤的 這種的教育模式 也無怪乎會有這樣的錯亂 為什麼 這是一種教育的這種理念的問題 好 所以這個部分很清楚 那麼 OK 昨天 秘書長也有在提到過一個問題 這些都是非常基礎的 台灣人 目前 有沒有國籍 沒有國籍 所以這位朋友 你的媽媽 台灣人 父親 美國人 所以 您本身 是 美國籍 越南人 來到台灣 孩子 是越南籍 您知道嗎 各位 當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的身份的 這個 判別的 這個條件 在我們的專訓的班級上 被很明白的解說之後 很多童心 我們的這種 已經背有植物肩帶的童心 無法接受 他說 我是男人耶 我娶了我太太 從越南來 我的孩子是越南籍 這什麼狀況啊 他那個呢 我只能夠說 你那有點大男人主義 再不呢 就是你的法理回家好 再好好的念一念 因為台灣人沒有國籍 沒有國籍跟有國籍的人在一起 當然是有國籍優先嘛 這個沒有辦法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不然就 是不是我們在 這個已經娶了越南的太太了 好好珍惜吧 越南籍就越南籍吧 那麼 不過還很慶幸 他已經加入了台灣民政府 已經 早就申請了我們的身份證 所以呢 未來他能夠保障 他在台灣民政府這樣的一個 就是說 成為一個 政務官這樣的一個資格 政務官這樣的一個資格 那麼現場我瞭解一下好嗎 已經 手上已經 申辦了台灣民政府身份證的同心 我瞭解一下 現場 太多了 太多了 我跟你講 謝謝 我每次為什麼都要問 我要讓錄影存證下來 我要讓更多更多的 同心知道 來到台灣民政府現在初級班的學員啊 真的跟我們那個時候不一樣的 還有一個問題 我再請教一下 來到這邊上課 您在2015年 一月之前 已經知道台灣民政府 人家已經跟你邀請過的 就是你已經知道的 請舉手我知道一下 OK好 哇 你也這麼早 都這麼早 OK 那麼 我們就很好奇啊 其實也不用說好奇 我自己也是這樣子 我的父親 三年多前 告訴我說 女兒 有個好機會 咱們 可以手牽手去當官 我說啊 當官可以手牽手 不是一定要考試嗎 那麼呢 我也沒碩士也沒博士 我有這個資格可以去當官嗎 他說有 我說爸爸 您 腦筋清楚一點 三年後 這個單位如果還在 你再來跟我講 眼看著 三年的時間就到了 腦袋當中其實 帶有那種的幻想跟夢想 你知道嗎 不曉得爸爸當時說的 手牽手去當兵 去當官啊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唉呦 會想欸 雖然覺得爸爸可能 是不是因為在外面 跑久了 資訊看多了齁 會有那樣的一個幻想有沒有 但是你會不會期待 我會呢 三年多過後了 欸 某一天 去年的八月底 父親來告訴我 女兒欸 你跟我講三年了對不對 三年過後 這個單位 不只存在 而且越來越長大 我只給你兩個月的時間 快快快 把五官通通給過了吧 我還在上班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什麼 台灣民政府 已經通過了我三年的 觀察期 所以呢 剛剛為什麼要問 各位 在今年一月份之前 在今年開始之前 你們已經知道台灣民政府的 現在今年 現在是幾月 九月 你們來這邊上課 那麼我跟您說 台民政府通過了 九個月的觀察期 那麼在以前呢 來這邊上課的人 大多沒有申請身份證 現在不一樣了 都先掌握機會 各位好朋友 我要告訴你們 真的 為了我們的親朋好友好啊 真的先邀請他們 把身份證辦起來 證明自己是台灣 這塊土地上 著名的這個資格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們不敢跟你承諾說 他一定跟你外來 帶來什麼利益 但是他絕對不會是對你 是有不好的 這個影響的 我經常覺得 很有趣一件事情 我的兒子 高中三年級了 有一天 我帶他到 高雄州去洽工 處理帳戶的時候 我在處理帳戶 他在旁邊晃啊晃 一會兒跑來 跟我說一句話 媽媽 你有沒有幫我辦身份證 我說 為什麼這麼問 一個高三的孩子 怎麼會這麼問我這句話 他說 多辦張身份證 多個機會 我為什麼不要 一個孩子都知道 掌握機會了 還沒有出事 都知道可以掌握機會了 我就不知道說 這些在社會上 行走這麼久的 這一些個社會歷練 這麼豐富的人 在堅持什麼 先不要講好處 先跟他講 辦了這個 身份證 都有一個保障 我不懂有什麼不好 先不要講好處嘛 連孩子都知道 都知道應該要掌握機會 所以呢 真的 再一次齁 邀請 現在趕快辦 不要等職種之後再辦 真的 如果依照我們現在 所理解的狀況 真的福利 是真的 不一樣 真的是不一樣 欸 您 已經辦了 已經申請 去申請還沒有拿到嗎 OK 現在齁 因為太多人在申辦了 所以其實 因為都好送到美國去辦齁 所以現在能不能夠 在兩三個月內拿到齁 其實真的 我們不敢跟你們保證 但是 會跟你們保證一件事情 你們所申請的身份證 一定會拿到手 因為 我們的周 或者郡 對於我們每一張 申請身份證 都設有一個流程的單子 每一份身份證 他是會很認真的去處理它 不會造成遺失 那麼 去申請過身份證的 就知道 我們要去申請 能夠證明 我們是 臺灣人 本土臺灣人的這個資格呢 會申請到 像我申請到我的爺爺 我的爺爺跟奶奶 他們就是在 日治時代出生的 那麼 我的父親 就是這樣子 這樣 一脈相承下來 那天才來說呢 我的公公婆婆 我幫他申請身份證之後 才知道說 啊 自己的阿公阿嬤 自己的外公外婆 叫什麼名字耶 都不知道追跟溯源 去知道自己的 這樣的一個歷史喔 那麼他很高興啊 凡是 在日治時代 接受過那樣的一個時代的 這個 的這個生活的人啊 其實多多少少 很多人會懷念 很多人會懷念 所以呢 這個 我們剛剛講到 如果說 我們是 因為我們是無國籍 那麼如果說 我們跟外配 結婚之後 我們的孩子 就是屬於有國籍的 這樣的一個資格 那麼這個部分呢 也是要請各位現場 一定要具備這樣的一個觀念 未來 對我們的朋友 對我們的親朋 一定要跟他們說明白 我們的 因為我們就是沒有國籍 這樣的一個資格 所以編程會這個樣子 那麼我們的這個申請 我們的這一個身份證呢 是在 呃 美國軍事政府底下 這個 他去核發出來的 這樣的一個晶片身份證 呃 那麼因為 這個 美國軍政府這邊呢 要求啊 我們 要有一定的這個 申請的數量 這個 中華民國流氧政府 很糟糕喔 在 頒布了一個 在今年9月份 以前 都可以代申請 現在 只能夠自己直系 我呢 可以幫我自己的先生申請 可以幫我的 爸爸媽媽 連公婆都不能代申請 我可以幫孩子申請 也不能幫我的 兄弟姐妹申請 可以幫孩子申請 只能夠自己直系 你的先生 你的配偶 跟你自己的爸爸 如果現在 我的公婆還沒有辦 還沒有辦 我要去幫他申請戶籍騰本 很抱歉 不能辦 不能幫他申請 各位你們要知道 這樣的一個規定 所以呢 之後 當你們要再幫 邀請朋友去申請戶籍騰本 的時候呢 如果說是 旁系 姻親的關係的話 還是邀請他們到現場 邀請他們到現場 因為現在不能夠 他們會非常嚴格 會問很多 來 我去申請的時候 他們問我一句話 欸 你這小姐 你很奇怪欸 你要做族譜是嗎 為什麼申請的這麼 這麼清清楚楚 我跟他說 我們要辦台灣民政府身份證 你沒聽過嗎 我跟你講 大大方方跟他講 他們其實嚇一跳 很多人跟他們這麼說 有的人會說 沒有啊 我要辦你土地過戶啊 什麼什麼什麼 用騙的 我說何必呢 就讓他知道 我們就要辦你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 你現在這麼的刁難我 不讓我幫我的 殷親 不讓我幫我的 旁系血親 這樣來申請 實在是非常的刁難我們 就大大方方告訴他 反映出我們的不平 為什麼要這樣子 來為難我們呢 但是這規定 現在已經 已經在執行當中了 各位必須知道一下 來 來到台灣民政府 我們上的課程 你們現在手邊所拿到的 都是秘書長 苦心研讀所有的戰爭法 就是讓河平條約 萬國公法 所整理出來的 最正確的法理的資料 但是 我們在這邊說啊 哎呀 我們受的中華民國流行政府 這六七十年來的這個 片面式的教育 他蒙騙了我多少 我就說其實不能說他蒙騙 只能告訴我們太傻 怎麼傻呢 傻到自己沒有去發現事實 因為其實資料好多 網路上的資料好多 可以去佐證 哎我的朋友告訴我 黃小姐 你被人家洗腦了 你搞不清楚 你所講我被這個 中華民國流行政府 這樣個洗腦的狀況 你何嘗不是 我就跟他說 來吧 我們上網找找資料 為什麼 他們看到這個 就要覺得說都是我們搬出來 教科書 都是我們編的 無法去理解 無法去相信 我只好告訴他 因為我們以前 不夠專注這一塊 現在 我知道 該注意 該去了解 而且該去挖掘真相 抱歉 來 這樣子 我講華語這樣 你們聽的 不會太吃力了 可以 太好了 謝謝 來 所以呢 現在 現場還有沒有人家裡沒有在使用電腦的 都有嘛 所以呢 甚至我們的手機上都可以連上網路 只要在我們的手機上去搜尋台灣 很多資料就會出來了 各位 跟各位報告 今天下午 在中央辦公廳 即將舉行 峻手考試 講師我呢 今天下午也準備來 投入這項考試 投入峻手考試 齁 才知道 這個法理喔 它的整個脈絡 這堅神啊 所以呢 要鼓勵在現場的各位好朋友 未來 這個參與到他民政府拿到植物牌之後 歡迎你們也同時的來挑戰峻手考試 峻手呢是 等同就是我們的 政務官的這個資格 我們的這個政務官呢 一級政務官的資格 峻手 因為我們有峻州在中央嘛 我們有上三級的政府 所以呢 真的是可以邀請各位朋友 當你們去參加過峻手考試之後 你們才真正去挑戰 完整的法理 來 一九三七年 日本 在台灣 實行 黃明化 事隔八年之後 一九四五年的四月一號 在台灣 頒布 明治憲法 實施 參政權 參戰權 真真實實的 把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住民 視同 日本 日本國的成名 所以啊 其實齁 在台灣這塊的土地齁 我們對所有的 黃明齁 這兩個字 很奇怪呢 有一種好像就是 被嚇了鼓的那種反感啊 好像覺得說這個黃明這個對這種字眼 無法接受 那很抱歉 我們真實的身份 的確是 如此 來 再一次 來 確認一下 日治時代 或者是日據時代 日本統治 或者日本佔據 日治時代 很重要 我們要把這個觀念 從語會上 就要把它精準起來 來 對岸 叫做大陸 還叫做中國啊 中國 您知道地球上有幾個大陸 美洲是大陸 非洲是大陸 澳洲是大陸 所以 對岸 以後 我們就很明確的講 他就是中國 日本 在台灣的統治時期 我們稱之為 日治時期 那麼我有去檢視過 目前的國小跟國中的課本 不敢再欺瞞歷史 這個日據時代的這樣的字眼 已經全然都消失了 光復節 他這樣的一個歷史的這個資料呢 也在他們的歷史課本當中 已經移除了 必須移除 因為歷史會還原真相 所以 日本在台灣統治時期 他一一的 將台灣 一步一步的 做有規劃的 統治 一步一步有規劃的 把台灣這邊的人民 應該有的這些個 公民的權利 一一的給予 一一的給予 盟軍佔領地 蔣介石 所謂當時所謂的元帥 他所率領的 軍事政府 代 李 美國 麥克阿瑟 在台灣 在台灣 接受受降 而不是所謂的 他們這個 中華民國的這個政府 早就在流亡到台灣的時候 已經 消滅了 那麼 可是用這樣的一個資格 他到台灣來 是 以美國阿瑟 總理在台灣 實施佔領 代佔領 代理佔領 所以呢 為什麼說我們在日暑 美戰 我們目前是在 美國的軍事佔領中 我們要很清楚這一點 美國軍事佔領中 我們要接受這個部分 不能夠像外面的人一樣 面對這樣的事實 只是一再的否認 那是不可行的 必須先具有 具備這樣的一個 常識啊 這是歷史的事實 那麼 這個部分很清楚了 為什麼在這邊 還是一再的 強調這些資料 讓大家知道 我們 很多人啊 離歷史課本很久了 都忘記了 來再一次的 幫他們複習這一段 何時各樣給日本 中日包括 甲午戰爭 蜻蜓戰敗 在馬關條約當中 把台灣 擱讓給日本 在蜻蜓這邊稱之為 馬關條約 在日本稱之為 下關條約 它的這一個 擱讓的這個 它的這個島嶼的部分 事實上只有 目前台灣算是 西半部 六個漢人屯肯區的部分 漢人六個屯肯區的部分 並不包括東部的部分 並不包括東部的部分 昨天這個部分 那個地圖 你們好像沒有看到 地圖沒有看到 來 今天呢 下午還有很多 非常豐富的這個法理的 這個講師的這個課程 會把這樣的地圖呢 帶給大家看 大家 你們期待一下 那麼我們這一個 蜻蜓割讓給 這個日本的時候呢 它是割讓有 台這個澎湖的列島 那麼它的經緯度 這邊都非常的清楚 是割讓給 割讓台灣 西部這邊的六個屯肯區 以及澎湖 在澎湖的這個列島 所以呢 現在美國在軍事佔領 我們台灣這個同時 它保護的地區 就是這些 割讓的地區 它並不包括金門跟馬祖 你們可以理解嗎 我們台澎金馬 台澎金馬 唸得很順有沒有 很抱歉喔 台灣跟澎湖 是當時的割讓地 但是 如果以這樣子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條約的一個歸屬 到後來 日本統治時代 將 東西邊 我們的東部跟西部 做一個整併下來 形成目前台灣整個 美麗的島嶼 這樣子一個 一個領土的這個 整個範圍的時候 美國 它目前 需要 保護 需要保護的範圍 就是台灣本島 一擊澎湖群島 並不涵 金馬 不涵蓋金馬 那麼 這就是所謂的台灣割讓 其實法理好深喔 現在跟你講要開羅宣言 聽得會無煞煞 但是這個部分 我們就很清楚的 把這些法理 再一次 從歷史課本當中 再把它複習一次 來 當時喔 這算是一個小插曲啦 我們了解一下 當時的這樣的一個 歷史氛圍啦 當時呢 這個蜻蜓呢 戰敗之後呢 要把台灣 台灣跟澎湖呢 割讓給日本的時候 李鴻章這位大臣呢 他說什麼呢 說台灣這邊啊 鳥不語 花不香 男無情女無義 所以 來說明了 割讓台灣啊 這個動作啊 並不可惜 其實有此可之喔 蜻蜓他們對台灣這塊土地喔 經營不深啊 他們並沒有認認真真的 來了解台灣這塊 土地上 住民 這麼樣的一個 淳樸 誠懇 這樣的一個特性 用這樣的語言 來形容我們這樣的住民喔 這個環境 讓我們看了也是非常的痛心 來 歷史 始終 是會解密的 是會解密的 然後台灣民政府 我才知道齁 要怎麼樣去解讀文字 以前都傻傻的看文字表面的意義 不知道應該要深入去解讀 但是這樣的文字呢 也說實在的 必須是 有去了解了法理之後 才能夠去理解它各種的意義 我們一句一句來解讀好嗎 這一個 是美國 國務院 喔 國務院跟中共周恩來他的解密 他的一個解密文件 這個 中國總理周恩來他 他聲稱啊 他希望怎麼樣呢 要求 美國總統 承諾 結束 佔領台灣島時 不會允許日本光復師弟 每一句 每一句都是法理喔 要求美國總統 承諾 承諾什麼 結束 佔領台灣島時 所以從這句看來 目前 美國 的確是 佔領台灣 當中 OK 如果沒有結 如果現在不是佔領中 為什麼他說要結束 佔領台灣島的時候呢 這是第一句 第二個 不會允許日本光復師弟 所以 目前台灣這塊土地 的的確確是日本的 師弟 在 究竟戰和平條約 當中 他的投降 他把這樣的一個 治理權 放棄治理權 但是他有放棄所有權嗎 有沒有放棄所有權 所有權是誰的 太精準了 日本天皇的 沒有錯 就是日本天皇的 接下來喔 繼續解讀 不允許台灣獨立運動 那麼由 美國推動 來發展 中華 這個目前台灣的這個立場 需要 去 主張 或發動台灣獨立嗎 需要嗎 沒有這個資格 也不需要 基於這一項 我要跟各位再次提醒 如果有人 跟您訴求這樣的論點的時候 請您務必遠離這樣的論點 如果以前您曾經在FB上面 曾經加入過類似 台獨或者建國這樣的 論壇的時候 請您務必要離開 為什麼 因為美國軍政府 絕對不能 建容一件事情 就是 台灣民政府的人 怎麼會去跟 所謂的台獨 或者訴求 獨立建國這樣的言論 去有掛鉤的 這是不可以的 所以現在我要拜託 我們各位初級班的同心 如果以前曾經參加過這樣的論壇 請你們務必離開 如果沒有做妥善的處理 會有怎麼樣呢 未來當您過了五關 取得職務牌 但是這樣的資格 您曾經跟所謂的台獨 或者獨立建國這樣的論壇 參與的這樣的狀況之下 沒有被 如果你沒有去處理 沒有把它退出的時候 可能的職務會被取消 非常嚴重 我們在我們的專訓上面來講 跟我們的每位同心 都非常嚴正的 做過這樣的說明 甚至可以說是警告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務必 要配合一下 那麼呢 周恩來希望 美國阻止台灣日本 共融邦聯闖生 台灣日本的共融邦聯 對台灣的利益才是最好的 但是他為了 去討好美國 保有美國的經濟利益 或者保有他自己的 中國的經濟利益 他不希望台灣日本 共融邦聯產生 非常的自私 而且怎麼樣 那最後這一句 希望美國不要再公開 台灣地位未定 不要去公開台灣地位未定 也就是 目前台灣地位的確是 沒有確定 不然為什麼希望不要公開 各位 這份解密文件 一字一句都是法理 一字一句都是台灣 這塊著名上 所不知道的真相 如今被解密出來了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念法理的話 這個文字是無法解構的 看不看不 現在理解這個法理了嗎 可以理解了齁 好謝謝 各位同心 如果你們有需要這個資料 我所整理的資料 非常歡迎各位同心 你們如果有帶隨身碟 可以跟後面的 我們的中央志工跟他們 請他們就是說 存檔給你們 或者說到最後呢 我會秀我的這個E-mail 你們可以寫信給我 我再轉寄給你們都沒有問題 因為你們這樣拍可能資料 會不清楚 你哪會隨身碟 可以請同心存檔給你 這樣子 OK 1950年11月30號 聯合國安理會 在第530次會議的時候 他表決什麼呢 表決中國所指控的 美國武裝侵入台灣 那麼聯合國通過呢 通過什麼 美軍合法佔領台灣 從什麼時候 美國就已經合法佔領台灣了 從受降之後 就開始正式的軍事佔領了 那麼因為 中國他要去指控 所以聯合國 他在這次會議上 特別通過 而且把他做成會議紀錄 而且很清楚的是 台灣不屬於中國 因為他們會迷思在 開羅宣言的這個部分 之前開羅宣言 秘書長有提過 那只是一個戰爭時期 對戰後 處理戰後結果的一種主張 但是他並沒有尋出文字 並沒有尋出文字 所以這些資料 在網路上都是有的 都是有的 台灣這麼清楚 台灣聯合國通過 台灣不屬於中國寫得這麼清楚 之前這個 中國這邊的這個所謂領導人 還這麼樣的大張旗鼓的說 中國 台灣這塊土地 他們有怎麼樣的一個權利 到後來才改口 說我們是他們的核心利益 為什麼要成為別人的核心利益啊 我不懂啊 為什麼台灣我們這邊的人民 要成為他的核心利益 不能理解 我們為什麼要這麼的辛苦 好 了解喔 OK 所以 公平正義喔 到這一塊的時候 其實我還是蠻感慨的 當我們知道這些很簡單的 真相的時候 我們去跟我們的朋友訴說的時候 我經常會得到一個答案 哎呀 黃小姐 好好過日子就好了啦 日子能過就好了 我跟他說 不是這麼一回事 我的老闆告訴我一句話 他說秀華我告訴你啊 現在齁 我們要好好的 去對待我們所 現在邀請進來的外傭啊 因為很難講 改一天我們的孩子啊 說不定呢 就到他們的菲律賓 就到他越南 就到他泰國 去看他們 孩子的這個 去成為他們的這個 怎麼講 受僱者 不要說變成台老了 我其實我會害怕欸 曾幾何時 台灣這邊的 我們的孩子 有可能必須 離鄉背景的到 這些個國家 去成為他們的工作者 為了要謀求一個收入 一份收入 其實我常在看 為什麼會這樣不捨呢 我常看到 這個也從這個 越南或者說菲律賓來的 這些他們的 這些我們所謂的外勞的 這些個工作者喔 真的很年輕 很多念到所謂的專校 甚至他們的大學 來到台灣做些什麼事情 來到台灣來照顧我們的老人 幫我們照顧我們的孩子 其實做這些工作 我不是說 讀到這麼高不能做這個事情 而是可惜了 可惜了這些教育的這個資源 那我又何嘗 忍心讓我的孩子 未來可能會走上這樣一條路呢 為什麼我身為一個女性 要堅持在這條道路上 我希望我的孩子 在台灣未來就有她 一個工作的機會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 離鄉背井 到越南 到泰國 到菲律賓去工作 我們人生下來 不是為了 要分離 我們希望我們有 幸福的家庭的倫理生活 但是台灣這塊土地 似乎沒有辦法滿足我們 這麼小小的希望 所以我能不能不拼嗎 這條路 這條法理革命之路 何其難走 革命政府被多少人辱罵 說這邊是一個詐騙集團 說這是不可行的 但是當我來到這邊之後 我告訴他們 我說如果你要批評 請你先進來了解 而且請你 扪心自問如果你是既得利益者 請你不要告訴我這些話 如果你的孩子跟我一樣 可能沒有未來的時候 你再來告訴我這些事情 所有反對的人 都是所謂的 安逸的生活的 甚至 他們有 固定的 月退縫 他們當然說好好 穩定的過日子就好了 因為如果一旦失去 目前中華民國流浪政府 給他們的福利的時候 他們還有什麼 他們沒有 可是辛苦的是我們 為什麼我們要 我們的福利 要被用在這麼少數人的身上 這就是不公平 這就是不公義 我們的社會資源沒有被妥善的分配 但是很多人沒有警醒這一點 沒有警醒這一點 因為習慣 因為不想改變 以為現況就是對的 來那個潮順 我覺得我的麥克風好像怪怪的 喂喂 喂 沒有聲音 沒有電 沒有電 沒有關係 其實這個我的音量還可以 那只是 可以 因為沒有接受過法理 沒有很 清清楚楚的知道我們的 處境 也不知道 還有這麼多人 過得這麼辛苦 所以呢 選擇當什麼 溫水裡的青蛙 難道一直要等到 大家這麼的民不聊生 過得這麼痛苦 等到我們孩子 必須遠度重陽去 謀求一份吸水的時候 大家才要覺醒嗎 我們還有這個機會 我很感謝 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可能在很短很短的時間裡面 我們有可能 能夠為台灣 為自己的子孫 走出一條不一樣的路 我們為什麼不拼 這條法理之路不容易 要把理念放到腦袋裡 何嘗不容易 非常的辛苦 但是 我們的夢想 這條路的確是對的 要跟著走下去 真的要跟著走下去 來 這部片子曾經看過了 請舉手一下 在網路上 太好了 謝謝 有人跟你們推薦過是嗎 還是自己找到的 還是自己找到的 所以你們看過之後 這部片子呢 它是 美國CIA解密檔案 台灣真相一到五集 它在網路上是以 英語發音 英語發音 唇片大約在四十幾分鐘 它一開始 就已經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美國 它的一中政策 的確 這個地球上 有幾個中國 就一個中國 沒有什麼好問號的 或者好疑惑的 之所以會去爭議 一個中國的這種論點的人 的確是在法理上 或者這些我們的 究竟上和平條約 有不理解的地方 才會做這樣的一個訴求 那麼 在這片子 一開始也 很清楚的提到 台灣 在台灣的這個典禮 不是所謂的光復節 而是所謂的 壽祥典禮 這部片子很值得看 那麼在這邊 不再用這邊的時間 給大家分享 回去看一下 搜尋就可以找得到 在YouTube上都看得到 來 國防部下令 塗掉戰機上的國徽 來各位 我們再明確一次 我們 在目前 中華民國 流氧政府 的這個 統治之下 它是我們的 次要 佔領國 它在這邊 可以實行 徵兵嗎 可以嗎 不能齁 所以 我們的人權 的確 是被中華民國流氧政府 所侵犯了 那麼 我們的法力 再怎麼的 堅強 再怎麼的 有道理 可是 這個社會是現實的 如果 台灣民政府 我們林志生秘書長 沒有率領我們 去控告 去提出我們的訴求 你們認為 我們的 目前在政治領域的狀況 我們的人權被侵犯 有誰會理我們 所以 道理是在的 戰爭法是在的 如果我們沒有去控告 沒有人會插爛 隨便 沒有人會願意說 自己還要花那個精神 去把這樣的一個 歷史的真相還原之後 然後 在逐條的 該還給你什麼 該歸還你什麼 這是一條 非常浩大的工程 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所以 如果 沒有台灣民政府的 控告的行動 這一切 法理 存在 突然存在 因為沒有 沒有機會被執行出來 台民政府 在2006年 林志生秘書長 率領 我們的 228位 控告 第一次 在今年度 2015年 2月28號 再一次控告 這樣的一個資訊呢 在官網上都有 我們一定要密切的注意 我們這樣的一個 官司的一個進度 那個攸關 絕對攸關 台民政府 接下來 我們的進度 非常的重要 好 剛剛談到 既然 中華民國 流行政府 在台灣 他原本 就不可以 實行徵兵制 但是呢 他 他 卻 暴行 暴行 逆施 強壓 這樣的一個錯誤資訊給我們 認為說 我們這樣的 他所查給我們的這樣的一個 中華民國的這個身份 然後說我們是他們的國民 那我們何曾知道 我們 原來我們的 男性是不把他當兵的呢 我們都沒有被告知 我們是被佔領地 我們的身份是什麼 都不知道 這是沒有被告知 好 沒有被告知 這一路下來了 錯誤 這是一連串的錯誤 他講說 塗掉 他所謂的 他的軍備的戰績上面的國徽 那是國徽嗎 誰能告訴我 不是國徽 曾經有人告訴我 那只是 所謂當初 中華民國流行政府 他海軍的一個 一個標誌 一個徽章 但是他把他拿來當作 所謂中華民國的國徽 好了 接下來呢 在他的這樣的一個 軍事教育的一個 一個洗腦之下呢 引發了什麼 當他塗掉這樣的一個 他所謂的一個徽章的時候 引發基層反彈 反彈什麼 國軍為誰而戰 當我們了解法理之後 看到這樣的文字 非常的痛心啊 我們的男性朋友 我們的孩子啊 被教育成說 已經 有了錯誤的 效忠的精神 甚至 還問說 我們為誰而戰 這就是我們 沒有被告知 正確法理 所衍生出來的 所衍生出來的 一連串的錯誤 所以呢 在這一些 很基礎的法理之下 我認清 我也 這一路 從我父親 在台灣民政府 一路這樣的一個歷程 走過來 很艱辛 但是我必須讓各位知道 不是只有現在 你們看到 台灣民政府 所做的這一切 而是 這一路過來 真的已經做了非常多了 不曉得 不曉得你們知不知道 那麼因為我們官網上很多資料呢 它有時候就是會做一個update 做個更新的動作 但是呢 這個資料我覺得 跟各位一起分享 齁 就是我在進來 淘民政府之後 所看到的 我所感動的 帶給各位一起分享 那麼在去年 2014年9月的時候呢 有這樣的一個 演講音樂會 演講音樂會呢 訴求的 就是去說明 我們邀請了 美國方面的人士 來到我們的演講音樂會上面 來做我們 控美案的一個說明 跟所謂進度上的了解 那麼在台北 有一場 這一場 所看到的這個陣容呢 是在高雄 在高雄這邊的陣容 那麼在台北那一場呢 聽說啦 那個時候我還沒有參與喔 但是說真的是也蠻嚇到了 在台北那邊的這個 台北那邊的人 你知道台北齁 在淘民政府我們稱之為什麼 你知道嗎 不知道齁 台北齁我們稱之為 中國城 為什麼 因為齁 台北那個地方 它對於這個法理的接受度 抗拒性很強 所以呢 必須要有所行動 讓他們有所震撼 那麼呢 台北那場音樂會 來自全台灣 各州我們的官員 身著正式的制服 還戴上帽子 那麼從遊覽車上 很整齊走下來的時候呢 這個陣容 那個叫做什麼 叫做軍容啊 嚇到台北的人啊 我說哎呀 這個是什麼單位 你知道嗎 因為我沒有那個資料 但是我聽到那個 我從那個之後齁 我的朋友告訴我說 喔 你們台灣民政府 欸 真的是蠻有秩序的 是怎麼管理的 我說那是大家自動自發 如果沒有一個中心思想 不會這樣自動自發的 要展現這樣的精神 給大家看 所以那一場 台北那場是蠻感動的 那麼在現場呢 這個演講會的部分呢 這是台上的這個 我們的演奏人 演奏者跟說明的人員喔 然後就是 黑色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穿制服的 這個官員 那麼那一天呢 高雄這一場 有非常多 來自外部的這些新朋友 來到現場 在高雄也掀起一次的 再一次的 在行動上的這個 很成功的一次宣打 那麼2015年迎新會 現場有參加過的請舉手 欸 您是我們已經 同心了 植物牌同心喔 太好了 來 跟各位報告 這就是我的感動 目前台民政府 我們的初級班喔 我們的成員 年齡層已經在 逐漸下降當中 而且女性越來越多 年輕的這樣 心血輪越來越多 台民政府 我們的人才 永遠不夠 我們的初級班 我們的法理訓練班 一定要繼續的開班 為什麼 當執政之後 我們的人才是絕對不夠的 所以要邀請 各位能夠將您 所認識的 還是家中的 年輕的孩子 邀請進來到台民政府 那麼2015年的迎新會呢 這一次 它是採取一個 所謂的原遊會的方式 採取執行的 這個是當天 這個非常盛大的一個狀況 那麼當天的維安呢 就是算是甲級的維安喔 這個因為我們現在的 這個整個進度 我們的現場安全 是絕對不容許 被人家破壞 所以呢 各位同心 當你們進來到 台灣民政府這個地方 會覺得說 好像這個 這個安全檢查 好像非常嚴格喔 是有必要的 我們這邊是政府單位 政府單位 這個 而且我們內部 有些怎麼樣的人 我們並不能夠 完全跟你們保障 不能跟你們說 完全都沒有問題 我必須很誠懇跟你們說 所以 當你們理解了法理之後 當 如果你們在 走動的時候 有人跟你們講說 欸 我跟你講 還有什麼什麼地方 我帶你去的時候 請你要務必小心 如果 有這樣的言語的時候 也麻煩您 可以協助我們 能夠告知我們 這樣的一個對象 因為我們所清楚的 外部現在有很多人 對台灣民政府 這樣的一個法理之路 他們知道是對的 但是 不能見容 會希望 他有所 會想要有所來 來搖動我們 所以這部分 我們真的要非常小心 因為 我們這邊上課 已經有同心告訴我 他說他的哥哥 還是他的誰 來到這邊上課 上到高級班之後 不見了 因為某某某同心 有人跟他講了什麼 之後呢 對台灣民政府的這些法理呢 似乎就有了一些 不一樣的看法 我不懂他說了什麼 我不懂這位同心 在這邊的人跟他說了什麼 我只希望 當我們各位同心 今天有這個福分 來到這邊 你們要很清楚 你們所接受的法理 很清楚你們的思路 千萬不要很可惜的 被所謂的 不當的言論 把你們給引領走了 那非常的可惜 那麼這迎新會 當天的一個盛況 這份文告上呢 他有很清楚的 去表達了 台灣這塊土地 他在何時被擱讓出來 那麼我們的這樣的一個訴求 在文告上非常清楚 在官網上有中英文版 你有看過英文版嗎 這一個文告 還沒有看到齁 網路上有那個英文版的文告 您可以再去參考一下 來 四尺的部分 能夠先是齁 就代表說是 你要就職嘛 那像美國總統 他要就職的時候 他是不是 一手要握著聖經 然後一手呢 要這樣子舉手 對天 他的這個誓詞呢 是要對天 然後對他的一個宗教信仰 對著自己 要有這樣的一個發誓 對一個植物 這樣的一個誓言 那這個誓詞呢 是在我們的元旦的這個 新年活動的時候呢 每一位官員 我們都填了這樣的一個誓詞 上面他說的是 我的名字是黃秀華 是台灣民政府高雄州的學員 被分派職務為中央內閣後生勞動省 於事宜之城 課遵 臺灣民政府法令 以清廉公正 忠誠及行政中立支持 關懷大眾 勇於認識 充實專業知識及技能 維新改革 新力儲弊 為百姓設想 效忠台灣 提升臺灣 臺灣政府執政效能 為台灣謀求最大福祉 警示 歷事人黃秀華 紀元2015年1月1號 每一次的課程 我都要再一次 跟自己也跟各位來宣誓這樣的一個誓詞 也是告訴我自己 在這條路上 我會秉持這樣的一個精神 走在這條路上 善盡我擔任講師 或者善盡我擔任團長這樣的一個職責 每位同心 當你們來到台灣民政府 你們會覺得說 那我能夠做什麼 會不會有這樣的問號 我來聽台灣民政府之後 我理解這麼多法理之後 我能幹什麼 各位 你們能夠做的事情太多了 太多了 尤其很重要的是什麼事情 是協助台灣民政府 去穩定 整個社會的一個力量 剛剛我提到了 當這樣的一個真實的 一個歷史真相 被揭露出來 這麼多人無法接受的時候 靠的就是我們 撒在台灣各個角落 我們這四萬名 已經申請過身份證 或者我們這四千多名 已經受過法理訓練的人 只有我們能夠安定這個力量 告訴他們 請他們不要擔心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責任 那麼 台民政府 我們的秘書長夫人 在華盛頓 舉行下了一個記者會 那麼這個記者會的內容呢 就目前來看 已經超過一億人次的點閱率 那麼這一份的資料 這一份的這個演講內容呢 很清楚的揭露 目前台灣仍然處在政治獵獄 我們被強壓的 接受了中華民國的這樣的一個國籍 這是不對的 我們的人權遭受了侵害 所以呢 這份資料 也成為這次在控告案的過程當中 法官 他有再三檢視過這樣的一個內容 法官還知道說 台灣人是處在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說他不知道 透過這樣的一個告知 很多可能美國人他們才知道說 哇 原來台灣人這麼需要幫助 這麼需要幫助 但是一定要很明確的表達出我們的法理 我們的訴求 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這個片子在網路上 它是有中文翻譯喔 所以歡迎各位 一定要去看 一定要去看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的這個在國際上的這個 一再的這個活動當中 除了3月12號的這個 在美國的這個 記者俱樂部的這樣的一個演講之後呢 5月17號也在日本東京 日航飯店舉行了一個說明酒會 那麼在今年2月28號呢 控告 第二次控告案 那麼所有的這個過程 在我們官網上都有 第二次控告案 我們的案號都有 進度呢 已經來到了2月28號 這麼目前我們官網上 應該是已經有update更新過了 2月28號呢 這個 在8月7號的時候 美國跟中華民國呢 他們聯合提出呢 就是往後延遲他們的這個答辯 答辯的這個這個文書 在2月28號呢 已經提出來了 所以在官網上已經有這個進度 接下來呢 發球權在我們台灣民政府手上 接下來呢 就換我們來做這樣的一個答辯的動作 所以這部分 相信在秘書長還有諸多這個人員的這樣的一個智慧之下呢 我們能夠迎娶到我們最後的勝利 那麼在媒體上的一個報道呢 這個在4月份的時候 在台中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這個記者寫的非常的中肯 他在這報紙上呢 你看這個自由時報 其實他的普及率是蠻高的 蠻廣的 他在上面就已經很清楚寫到什麼 台灣民政府是平民政府 平民政府 其實還有很多台灣人 不知道台灣這邊已經有成立了 像我們這樣的平民政府 平民政府這樣的一個組織 那麼這個媒體啊 這個是蘋果日報 A3整個版 來看過這篇報道的舉手 中文字的 欸 現場我們這篇都沒有看到過嗎 這篇很有趣呢 這邊有趣在哪裡你知道嗎 有趣在齁 他用反諷的做法 我就說齁 我的LINE啊 之後我們如果加入這個 這個就是台民政府成為我們的官員之後呢 我們都我們的公務的這個傳達 都是用LINE 都是用LINE傳遞訊息 那麼用LINE傳遞訊息的時候呢 我們的這個人像啊 我們的徽章啊 都會顯示在我們的LINE的頭像上 所以您知道嗎 我的朋友都知道 黃秀華這個人 我的LINE上就是我這個人頭像 就有徽章 他告訴我說 欸 黃小姐你現在怎麼回事 跑到日本去是吧 我說沒有啊 我在台灣啊 那麼我在台湾政府 您知道我在台湾政府 我的LINE上有多少朋友 你知道嗎 我的LINE上齁 現在已經有900多位朋友 這900多位都知道 我在台湾政府 我在沃津協助台湾政府 做了多少位的法理推廣 你知道嗎 就900多位 那麼呢 當這篇報導出來的時候 當下 100多個紅點點 來告訴我說 黃小姐 你慘了 你完了 你看看你們台湾政府 出事了齁 我說蛤 出什麼事 就這個報紙就出事了嗎 100多個紅點點 您知道嗎 當下我多緊張啊 我很緊張欸 我說完蛋了 怎麼會報導這樣子 然後 那一週回來專訊的時候 被民主長敲頭 說 傻傻的 連報紙都不會看 他說 100多個紅點點代表什麼 代表 你的朋友 那麼多人當中 已經100多個 看到這個訊息的 然後跑來關切你 代表這個媒體的報導 有沒有效果 有啊 效果太大了 光是我的朋友 就100多人這樣子敲我 替我緊張 他有沒有好奇 有啊 相當大的好奇 以前我在跟他們講的話 完全無感啊 比如說 你那個啊 這樣子就聽一聽過去 當看到這個報紙之後 哇 開始非常的有興趣了 開始會替我緊張 那麼這份報紙 他的媒體 用得非常好喔 那麼他把我們的福利 免學費 配房屋 那麼我們台湾政府 所謂的用這樣的一個 反諷的做法 說虎了4萬人 來申請我們的身份證 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個 反諷的一個訊息 出現這麼 這麼大紅的 跳出來的時候 這種報導 會不會有人看 是不會的 所以這份報紙 秘書長說 跟他兒樂按個讚 說他很棒 好來 怎麼棒呢 那麼呢 他在這邊 把我們的福利寫出來 那麼我們的 目前申請的 這樣的一個人數 寫得非常清楚 好 來這邊 上課 要價6000元 以為能夠幫忙 謀值 各位同心 我知道目前我們 台湾政府 我們新進的同心 素質都很好 那麼有一個觀念 很重要 假設 我是一個企業老闆 今天呢 我錄取了一個員工 我錄取他就說 你非常優秀 你要上過課 受過訓的 你已經具備了這邊 上班的資格了 哎呀 那麼這個 未來你要上班之後 我能夠給你多少的 薪資待遇 這個員工很高興啊 好好好 我回家等 回家等 你認為這個老闆 會好好的錄用他嗎 不一定 叫做不會 不是不一定 同樣的道理 今天 我們來到台灣民政府 來這邊上過課 接受過法理的訓練 如果 只是在家等 執政 沒有再進一步的再來 做進一步法理上的一個研討 就像我們的專訓 如果 因為我們的專訓 其實到今天已經 最後的階段了 接下來 在下一周 即將進入到我們 周訓 什麼叫周訓 你們知道嗎 我們有六個周嘛 每個周 台北周加宜蘭周 這兩周的 所有的官員 下個禮拜 都要來上課 來做訓練 接下來呢 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 陸續 每個周的 全部的官員 都來這邊受訓 我們的進度 已經到哪裡 您知道嗎 已經從我們 每一個 植物族群的專訓 進展到 以周 為訓練單位了 那是不一樣的功能的 不一樣的功能 所以呢 課程 法理 進度 你一定要跟著 你沒有跟進的時候 狀況 完全在狀況外 一旦通知你 必須去哪裡 就職的時候 去哪裡 到任的時候 你是搞不清楚狀況的 所以 不要以為 來上完課 也不要以為 過了五關 就好好的在家裡等 那是不對的 一定要 邀請各位同心 過了五關之後 跟進 像今天 第一次來上課的同心 有的就服裝整起來 這非常好 代表什麼 精神對 行動也對 這是非常重要的 除此之外呢 課程結束之後 回到州 回到郡 可以參加你的法理推動 可以參加參會活動 更進一步深化你的這個法理的認知 認識更多的同心 把你所認知的部分 再告訴你周邊的新朋友 你的親人 尤其讓你的家人知道 我們在做什麼 跟各位分享 我一個女性 我有孩子 我有公婆耶 如果沒有告訴他 我在台湾民政府做什麼 如果沒有邀請他們來到 台湾民政府的郡 或者是州的參會 讓他們知道我在做什麼 你認為他會讓我放心 半夜出門嗎 我從高雄出門 我必須三點出門 四點搭車 九點多來到這裡 我是這樣的精神 我不以為苦 我非常的高興 但是呢 我必須把我家的熱情 讓我的家人知道 為什麼我這麼做 所以我邀請他們去參加參會 邀請他們去州 他們要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相對的 你們也要知道 剛剛我跟你們報告 我的LINE 九百多個人 來 有些同心 很可愛喔 當植物牌要拿到的時候 告訴我一件事 因為接下來植物牌拿到 要做些什麼事你知道嗎 要把這個 要加到LINE嘛 加到你的那個所謂的 你所謂的議員群組 或者內閣群組 你在州或者在郡 要加到那個群組裡面去 就有同心告訴我 欸那個等等等等 我齁 我去辦一支新的LINE 我說為什麼 你為什麼要辦一個新的LINE 他說要來專門去搜 台灣民政府的那個公務的資訊 我說為什麼要這樣 他說因為我 我爸爸媽媽不知道 我的朋友都不知道 我說就是不知道 才要把它 你才要加起來 才要讓你的朋友知道 你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要重新去 弄一個新的LINE 你知道這代表什麼嗎 代表 他還 休於公告 他是台灣民政府的成員 這樣態度對嗎 我跟你講 這個叫做 沒有勇氣 各位同心 有人告訴我說 因為我專門一支LINE有沒有 我專門來接收 這樣子不會漏掉訊息 我說齁你胡扯 你不夠那個勇氣 去公告你在台灣民政府這樣的一個資訊 有的人呢 打帶跑 有可能 我知道 狀況都非常多 理由都非常多 我很清楚 但是 排除這種 好了特殊狀況不談之外 我告訴你 真的還有蠻多人有沒有 就是拿著說 反正我就是拿了一個資格 那我就 這樣的心態其實 如果來到台灣民政府 我跟你講你會覺得你沒有目標 你又不知道你要做什麼 我真的不建議各位這樣子 勇敢的 把這邊的法理 因為我們的法理是正確的 出去是不會被打槍的 如果你會講 那是對的 所以不要怕 出去就好好講 不會講沒關係 多學 不會講的話怎麼樣 很重要不要亂講 尤其到周或者郡 或者以後去參加法理宣傳的時候 不要亂講 因為我們每一次的行動 都會有什麼 你知道嗎 都會有正式的 對媒體發言的一個媒體發言人 所以以後你們如果去 周或者去參加遊行 有記者 你穿制服了嗎 跑來問你說 你台灣民政府怎麼樣怎麼樣 你要很正式告訴他 謝謝你的關心 我請我們的媒體發言人 跟你做最正式最正確的說明 這樣會嗎 我們大家千萬不要搶著拿麥克風 這樣子會傷害了台灣民政府 我如果講錯一句話 把所有的努力都變成烏有了 可以理解嗎 這個部分很重要 來 所以我們態度正確 行動正確 知道我們要做什麼 來到台灣民政府你就有個目標 就知道要做什麼事 那麼這個 秘書長 跟我們分析 怎麼看報紙 就像剛剛我們那個解密文件 怎麼樣解讀文字 很重要 解構了哪幾件事情呢 來 這麼多人 告訴我們已經這麼多人 看到報紙人跟他講說 已經有這麼多人來申請了 你為什麼不來掌握這樣一個機會呢 那麼呢 還告訴我呢 這個 這個 閱覽到這個報紙的人什麼樣呢 台灣民政府 我們是很嚴格的政府單位 我們不是隨隨便便的 而且我們是組織健全的 我們有中央有州有郡 所以在那個報紙上寫得非常清楚 如果你們要看實體的報紙 在我們的電梯那邊的那個公布欄 就有這份報紙可以去看 好 那麼宣示了什麼呢 我們的福利政策 我只能夠各位報告 我們台灣 我們的 這塊住民我們的福利 不只這個樣子 我們的戰略地位 我們的整個的資源 能夠讓我們 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 過得更好的生活 只是我們沒有被給出來 都是被上面瓜分掉了 所以 所有的免學費配房屋 這個都只是最基礎的 我們的一個規劃 當執政之後 真的我們一起努力 讓我們的孩子 讓我們未來 能夠有更好的福利好不好 這是要靠我們大家啦 不是只有說靠這樣子喊一喊 然後資源之後 要真的出來做事 要一起出來做 如果你沒有這個熱忱的話 你坐在這邊的話 你等於是浪費了你的時間 你有沒有這個熱忱 要有好嗎 來 海民政府的架構 那麼我們目前的六州的知識 都非常年輕化 非常有幹勁有活力 你們一定要到各州去認識他們 支持他們 今天晚上你們應該會有小組的會議 希望你可以 好好的把您來到這邊 您的感想 能夠跟您的州的這個主 就是說主持會議的這個小組員 跟他們分享 你的想法 你的理想 你的看法 你想做什麼 你有什麼疑問 請在小組會上 你們永遠發言跟他們講 你們發言越多 理念越多 越清楚 他們會知道說 該怎麼樣能夠讓你們更快進入狀況 各位同心 你們不能夠再像以前我們一樣 做那個慢車慢慢跑喔 你們現在要坐高鐵喔 動作要很快喔 腦筋要很快喔 速度一定要趕快跟上 因為我們就開始要周訓了 開始要遊行了 11月份我們要在台北去遊行 你們如果沒有跟上這個進度很可惜喔 所以啊 你一定腳趕快 動作要快 OK 那麼 告訴了 台灣 看到報紙人怎麼樣 我們的 立場是什麼 我們的真相是 台灣人人在美國軍事佔領中 而且美國 他是有台灣的主要佔領權 我們的土地是日本天皇 握有 日本天皇握有這個土地的這個主權 那麼第三點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佔領台灣 所以呢 來到這邊我們才知道 什麼叫做 Chinese Taipei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在台北 他能夠跑到台中去嗎 能夠跑到台南去嗎 沒辦法呢 他如果跑到這幾個地方就不對 他當初就是說 他的位置就是要設在台北 就是Chinese Taipei 這個很重要 來 那麼 我們的這個主張 非武力暴力 不合作不配合 我們每一次的選舉有沒有 他們之前每次選舉 我們都在這邊專訓 每次專訓 他們在選舉 我們這邊專訓的人數超過破千 人數都是八九百破千 為什麼 我們知道說跟他們參與選舉 是沒有意義的 在這打拚 才是真正重要的 那麼不配 不用去跟他們武力抗爭 所以呢 跟各位報告 如果你們要申請 他們政府的這個 我們的車牌 要到州去申請 如果你們要申請我們的身份證 您在郡或者州都可以申請 在郡或者州都可以申請 那麼這樣的州 那麼我們的車牌是紅色的 跟各位報告喔 林志森秘書長 一再告訴我們很重要八個字 和平穩定 無縫皆軌 我們台灣民政府 不是要成為台灣社會上 就是說可能會造成那種 人心慌亂的這個團體 不是這樣 所以呢 我們也不需去跟目前的治理當局 或者警察去跟他們衝撞 未來如果你們有去申請到車牌的時候 務必要 目前的白牌跟紅牌同時併掛 不要齁 就只掛紅牌 不需要這樣 我們宣示我們的權利 你可以紅牌白牌 你可以掛上去 但是你不要只有掛 那個我們的紅色的牌子 因為白色牌子 它是有所謂目前有個 它的監理的一個管理嘛 它有個保險的一個制度嘛 如果你把白牌打掉的話 到時候發生一些交通狀況的話 怎麼樣保障你呢 在目前還沒有拿到政權之前 這些動作都是不適當的 所以呢 一定要堅持著秘書長所講的 和平穩定無縫接軌 這樣的一個心態 好不好 不要衝撞 就是非武力暴力不合作 也不配合就可以了 好 那麼我們臺平政府 絕對不是一個犯罪的組織 更不是詐騙集團 好 那麼我們的位置在哪裡 很清楚告訴大家 好 所以呢 這個資訊 再告訴我們 在那份報導上面呢 很清楚的 讓那天關心我的一百多個 紅點點的朋友 就是說 看到這些資訊呢 我跟他講說 你以後你可以足以去印證 這上面所寫的 是不是真的 但是呢他們的確是注意到了 那一次的上 那一次的報紙之後的課程 真的那天的班級人還好多 大家都莫名跑來了 都莫名跑來了 好 那麼有看到 USMG代表什麼 美國 軍 政府 USMG 我們的身份證 後面這邊都有這樣的一個標誌 而且是晶片卡 外面 有辦那種 一張三百塊的 弄得很像 千萬不要辦錯了 不要辦錯了 有很像的喔 有沒有看過 不曉得喔 但是很多同心有知道 我只要跟各位提醒 台灣民政府 一張身份證 辦一張身份證多少錢 一千塊 有一千一的嗎 有沒有九百 沒有 任何一個單位 碰到錢 都是很嚴肅的事情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如果以前 你去幫人家 這個就是 代為申請戶籍騰本 或者代科印章 才可能 多跑出一百塊 一百塊都要說清楚 是幫你代為處理 辦理台灣民政府 身份證就一千塊 可以補辦 五百塊 五百塊 那麼以往啊 還有那種齁 很錯誤的觀念 叫做是 欸你來辦齁 我只給你收九百好了 一百齁 讓你走路工 有這種事嗎 不可以喔 我跟你講 我不得不跟你們承認 以前的確是有 為什麼 那是以前呢 在很早期的時候 也是被 中華民國民國民國政府 他們這樣的一種 一種 教育使然啊 大家都 我給你介紹 我跟你介紹 對不對 你沒給我一點那個 我就說完全錯了 從我們今年二月八號 開始推動 台灣民政府的這一個 會計 SOP的時候 我們就很明確跟大家講 大家來辦這個身份證 是一個福利呢 你自己沒有掌握 你跟別人分享這樣的一個 一個好消息 居然還要讓人家 還有什麼招樓綱 那是什麼樣的一種態度 完全錯了 完全錯了 我們 台民政府以後我們的官員 再也不會去做這種事情 而且跟各位報告 台民政府 我們的賬是非常清楚的 如果你們到郡去申辦 身份證的時候 有250塊是支持到郡去成立 去支持他這個郡的 如果你們到州去申辦的時候 那麼 州這邊 他直接有350塊的一個 支持州的這個環境 剛剛我說郡250塊對不對 另外郡100塊是支持當州的這個州辦的 這個是非常清楚的 台民政府現在有什麼收入 沒有收入 我們都是志工 所有的支出 都是靠這些志工 大家自願上 自願的去支出 各位你們知道嗎 每個月 台民政府要支出多少的律師費 給在美國的我們的律師嗎 才能夠成為那個 才能夠 把我們的官司繼續打下去嗎 我們多少背著職務的童心 每個月 固定 或者說是大家這樣子 很辛苦的去存了一筆錢 就是希望能夠支持我們的 控美案的這個律師的費用 在台民政府有太多感人的故事了 是你們所不知道的 我要再次去 去反駁外面這些網路上所寫的 這邊的詐騙集團 我 我覺得無法接受他們這樣的一個說法 我在這邊 我們的課程是錄影的 我要很清楚的告訴他們 這邊太多感人的故事 為了支持這樣的一個理念 我們的童心 志工的心態 什麼叫志工 誰能告訴我什麼叫做志工 來 志工是什麼樣的態度 叫做志工 發言啊 自願付出 付出什麼 付出體力 甚至付出自己的金錢 為了完成一個使命 是這樣的精神在 在執行這個事情的 台民政府您知道 剛剛那個花絮還忘記講了 我們的夫人她到美國 那個記者部俱樂會 她去說明的時候有沒有 當初那個 有些就是在美國這邊的人 尤其在那個公家單位的 看到我們穿這樣制服 黃色臉孔的人 他們不以為然 覺得你們這是什麼團體 當夫人告訴他們 我們都是請志工的時候 你知道嗎 那個司儀啊 她告訴夫人說 我真的非常的榮譽 有這樣的一個榮耀 能夠介紹 來自台灣的台灣民政府 這一批的志工的成員 來這邊為大家說明 這個志工在歐美 是非常受到敬仰跟尊重的 我們都是這樣的精神 在這邊繼續支持這樣一個理念 我們的帳 已經在郡跟州 已經都成立了財務委員會 各位你們知道嗎 我們不是只有設帳本耶 台灣民政府是 是完真的 叫做完嗎 叫做拼真的 跟各位報告 我們已經在請政府 在做的事情了 什麼叫政府該做的事情 你知道嗎 政治什麼叫政治 以眾人的力量管理眾人之事 這叫做政治 我們是用這樣子的 郡有七個人成立常委委員會 在州有十一個人成立常委委員會 我們的錢是清清楚楚的 可以被人家查的 可以被看 可以被人家檢視的 都沒有問題 所以你們要知道 台灣民政府 不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只有推動發力 整個的組織是完備的 這部分一定要跟各位 讓你們很清楚 我們的身份證 旅行證件 都是在美國軍事政府下的 這個所認可的 這樣的這些個資料 OK 來 那麼7月4號我們的 美國國慶的時候呢 我們台灣民政府呢 響應的掛起這個活動 這些照片呢跟各位分享 當天呢我們從南部來到台北 來到這邊要收訊的時候 沿路看了哇 好多一個小隊一個小隊的直升機 這樣子真的是 也是那個好像是一個聯合軍演吧 這樣子 那麼跟各位報告 我們推動快計SOP 這個是在台南的上課 那麼這些個同心都是自願 都是自動自發來上課的 只為了把帳目學好 把帳做好 那這些人 不是每一個都是財務委員 但是他們每個人都知道說 把這個學好很重要 因為每個人未來都有可能 成為議會的議員 因為成為議會的議員 才有可能進入到財務委員會 那麼進入財務委員會 每一個人 尤其財務委員 財務委員長 他一定要對快計SOP 非常的清楚 把帳學會做好記帳有沒有 事實上對我們來講 我們每個人 不管自己家庭 或自己個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這些人上課的神情 當天上課到11點 這是在地方 那麼這個是在中央上課照片 我們的每一個專訓的課程 我們的每一個族群 六大族群的人員 通通上過快計SOP 所以這件事情是很認真在推動的 要跟各位報告 那麼很多的法理宣傳 請教各位現場 我們的同心 曾經已經參加做某一個州 或某一個郡 或者聯合郡的法理宣傳請舉手 有誰參加過嗎 都還沒有是不是 有喔 你參加過了 去自己走過嗎 自己參加 參加過 這個非常感動 各位 來到台灣民政府 我們這是法理 法理革命 請各位 一定要親身 跟著出去走過 當 執政那天來臨的時候 你們才會真真實實的感受到說 我曾經參加過 這樣的一個行動 這是很重要的 這就是我們的關東期 那麼在9月12跟13號這幾天 這兩天 我們六週發動的遊行 全部一律都會有關東期 我們的一定是軍 軍榮浩大 快樂法理革命 什麼叫做革命 現在的革命喔 新時代的革命 是以旗感 取代槍感 以流汗 取代流血 用法理 就可以取得勝利 我們一定要堅持走下去 那麼 今天的課程 這個時間上 這個 這是六月份的 不管是大熱天還是下雨天 各位 你們可以 就是說可以去上到我們的FB 來跟各位 這邊這個資料 很快速帶大家看過 那麼這個是在宜蘭州 我們的童星呢 就是 宜蘭州大家知道嗎 他們的這個 他的這個服務員 都是長條型的 很廣闊 比較廣啦 他們的人員有沒有 都自己開自己的車 開自己的車 然後去做法理推動 他們 在1月31號的時候呢 已經做了一個 早上七點半到晚上 五點的一個推動 他們在隔天221號 自己又去 去到哪裡呢 從早上七點半開始 到當天幾點我不知道 但是他們當天 跑了187公里 去到偏鄉部落 各位 如果沒有一個理念 誰願意開著自己的車 載著這麼多童星 去跑187公里 只為了去到偏鄉部落 去宣傳 台灣民政府的法理 187公里 你要不要這樣跑 我們大家想想看就好了 這是他們當天的活動 目前呢 六周 我們的法理推動 都如火如荼在進行當中 所以各位 我真的非常推薦 一定要去參與 那麼就是 宜蘭州 他們會到這個夜市 我們 他們政府處理事情 做事情 一定要採取最有效的方式 你到夜市去 你白天去有用嗎 不好啊 夜市晚上才有用 所以我們的法理推動 不只在白天 晚上也都去 那麼到台北的 中山區的時候 當天有個下雨 不過呢 還是都很感動 台南州呢 他們去到哪裡你知道嗎 去哪裡法理推動 去菜市場 去護政事務所 去農會 還有去到警察局 有勇敢嗎 你有這勇氣嗎 你如果連自己的賴 都不敢秀出來的話 你敢進警察局嗎 來 這個網路上都有 還有我們高雄州的這些參會 參會一定要去參加 為什麼 那是我們 像家人一般的這種活動 聚餐的活動 一定要去 從當中你才能夠知道 真真實實的 去接觸到我們這些童心 這些活動 來 我要給大家看 就是說你們可以去到哪裡呢 去到我們的這個 有在看FB的請舉手 目前有FB的 如果沒有的話 邀請你們要去參加 然後去開 然後你們呢 去搜尋快樂法理 快樂法理革命 去按讚 然後你之後就會 你看看 目前已經多少人了 來我們的志工同心好棒 這是我目前在 在網頁上最新的一個狀況 到這邊 你隨時可以看到 台灣民政府 推動法理 跟參會的活動 很精彩的檢影 那他們也會公告 在FB上會公告 哪一州 哪一郡 什麼時候 要法理推動的這樣的一個 遊行 或者參會 邀請你們 可以 就去參加 好嗎 快樂法理革命 搜尋的話就可以看得到 好謝謝 來 各位童心 我的題目 我的題目 名之為 美麗新世界 其實 我心中就是有這樣的一個願景 有這樣的一個願景 透過 了解法理 透過我們很真實的行動 真正 是誤誤實實的 跟著他民政府 走在這一條 六七十年來 不曾有過的 這麼好的機會 一起來創造 我們更美麗的 未來的新世界 好不好 好 以上謝謝各位 謝謝